的确很快 住户灯火通明 行人熙熙攘攘 汽车串流不息 整个城市完美地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景象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城乡之间的发展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有些村庄的人甚至还走不出深山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备受瞩目的悬崖村 悬崖村曾获国家6.3亿投资 三年时间过去了 那里现在怎么样了 接下来就跟小千一起来看看吧 悬崖村位于四川省梁山 坐落在海拔1400米到1600米的山坳中 村民们要想走向外面的世界 就必须要攀爬落差高达800米的悬崖 因为没有道路可通 所以村民们自己在悬崖上制造了一个藤梯 要知道攀爬这道悬崖是非常危险的 从上往下看就是个悬崖 几乎没有任何的遮挡物 要是一个不小心 人们可能就会从悬崖上跌落下去 从而落入万丈深渊 再无生还的可能 据了解至今为止悬崖村已经有七八名村民 因跌落悬崖而死亡 因为山上的面积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孩子们必须要去山下的小学读书 山底小学到山顶村庄 海拔高差近一千米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每次上下山 家长们都会轮流接送 虽然上学路途有些辛苦 但庆幸的是孩子们以及家长都从未放弃 随着人们对悬崖村的关注越来越大 政府也决定投资悬崖村 据了解当年的总投资一共达到了6.3亿元 对于悬崖村来说 最大的改变就是将腾梯变成了铁梯 而且村里也终于修建了水泥路 距离当年的投资已经过去三年时间了 现如今孩子们上学更加安全了 速度也更快了 此外小千还听说悬崖村现在已经全面覆盖WiFi信号和4G 如今还有旅游集团入住了悬崖村 以后村民们在村子里就能实现振钱的梦想了 最后我们大家都希望悬崖村的发展能越来越好 好了本次新片世界到这里就会